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凌,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感谢您的收听 第四百二十二集 周成把夏小兰送到门口 还是把夏紫玉那边的情况告诉了小兰 靠小兰去查,没那么方便 要是对情况一无所知 说不定啥时候又中了夏紫玉的算计 王建华的父亲返程复职 现在在教育部高教司工作 夏紫玉将他爹妈都接到了京城来 他自己和京城师范学院的同学合伙办了个补习班 夏小兰扎摸了一下周成给的信息 短短几句话,信息量就很大嘛 高教司,那不是卡着所有的高等院校吗 不知道华清归不归高教司管 这个事儿,夏小兰的想法和周成差不多 王建华他爸不会来为难他一个大学生 除非夏紫玉给王家人下了鼓,连王建华他爸都成了硬生虫 夏紫玉说什么,王建华他爸就干什么 想想也不可能啊 只是补习班 84年这会儿 就有办大规模补习班的了 夏小兰还以为那是90年代以后兴起 千禧年后才大肆发展的行业 他上辈子高考那会儿 也没听说过这种大规模的补习班呢 但这个行业肯定是比较赚钱的 要不各种补习机构也不会在全国各地开花 夏小兰就觉得有点诧异 周成说夏紫玉的补习班是在王广平回城复职前就办起来了 王广平也不知道自己会到教育部高教司工作呀 那这事儿就是夏紫玉自己的主页 夏小兰觉得夏紫玉这人挺违和 夏紫玉能考上大学也能让家里开小吃店 还能想到办补习班赚钱 这女人是有脑子的 就是这脑子一时好一时坏 东一棒子西一郎透的 夏小兰实在理解不了 夏紫玉要是闷头自己发展 不是不能成功 她现在已经走到了很多人的前面 那在乡下 她为啥要把王建华从夏小兰身边抢走呢 真的是一见钟情 爱到骨子里 啥堂妹表妹的 通通比不上王建华重要 还是夏紫玉知道了王建华的背景 从抢人那会儿就在赌王建华家里会翻身 几率太小了吧 周成 能提前一年知道王广平会返城吗 夏小兰不太确定 就问周成 周成十分肯定地告诉她不可能 王广平本人都不会料到自己会回城 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到 这些事情随时都在变化 不等到上头的文件下来 谁都不能确认 没返城的人也多了去 王家人之前下放在不同的地方 当知青的王建华凭啥帮忙奔走 还是因为考到了京城的大学 能够自由活动 王建华以大学生的身份 和以知青的身份上门求助 会得到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 只能说夏紫玉可能有这个奢望 被他运气好给赌赢了 听夏小兰说对方运气好 周成嘴角一歪 笑得很有深意 运气好不好 那可不好说 他是不好在小兰面前空口白牙黑姓王的 虽然他确实小心眼 看姓王的不顺眼 但也要稍微遮掩下嘛 王家人的作风 一言难尽 要不怎么和王家一起下放的人都回城了 王广平像是被遗忘了一般呢 得道者多住 失道者寡住 周成觉得这话太有道理了 要想占王家人的便宜 看看夏紫玉有没有那本事 当上王家儿媳妇吧 王家 新分配的房子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 王广平在农场待了整整八年 回城后 不仅重新将他安排到高教司工作 按照规定 还要一次性补发他八年的工资 这笔钱不是小数字 两人都是身无分文回城的 现在忽然多了三万多块可以支配的钱 阮淑玉从前哪里计较过钱呀 王家那时候可不缺钱 但在农场待了八年 阮淑玉知道没钱是万万不行的 这笔钱阮淑玉给家里人添置了几套衣服 剩下的要怎么用就要好好商量 王广平能复职 全是王建华各种疏通关系 四处串联 找到了能替王广平说话的顾交 这中间的花费可不少 除了夏紫玉往王家身上贴的钱 王建华还借了学校一个学姐的钱 柳山 父亲是京城师范学院的教授 阮淑玉用脚趾头猜都知道 这女孩肯定是喜欢他儿子建华 女学生是拿不出几千块存款的 这笔钱要借给王建华肯定征求了家里人的同意 柳山还帮王建华找给人补习的兼职 阮淑玉就对王广平说道 你补发的工资 我们要拿出一部分还账 首先就是建华的学姐 他爸爸是京城师范学院的教授 借了几千块钱给建华 不是一笔小数目 你现在工作都落实了 这笔钱不赶紧还上 说出去也惹人笑话 王广平身以为然 别小瞧一个教授 教授认识别的教授 京城师范学院的教授 他的圈子能蔓延到华清京大也说不好 王广平刚好就在高教司工作 新工作这块 王广平以前也没有经验 刚上手还是比较迷茫的 他就想着和柳教授吃顿饭也行的 正好有个油头在 把王建华叫回家里商量 王建华同意赶紧还柳山的钱 却还有几分良心提起了夏紫玉 您看啊 紫玉那里也借了钱给我们家 这紫玉爸妈都来京城了 这既然要和柳教授吃饭 是不是也该见见紫玉爸妈 王建华之前不说 是因为刚返城 家里房子也没落实好 冉淑玉奇怪道 他家里不是在老家开店 怎么忽然父母都来京城了 不会是看着王广平返城复职 急吼吼地把爹妈从老家叫来京城吧 这是想做什么 想逼着王家给他一个承诺 冉淑玉心中不喜 楚对象不一定是结婚 王家现在是什么光景 儿子建华可以挑选的范围太大了 去和农民出身的个体户当亲家 冉淑玉都怕别人会笑掉大牙 可能会说王家在农场待久了 沾染了洗不清的泥巴味 明明都回城了 还恋恋不舍农场的生活 又找了个农村家庭出身的儿媳妇 夏子玉的爸妈为何会来京城 王建华也不清楚详情 就知道夏长征遇到了意外 手受伤了 夏子玉怕他们在老家没人照顾 干脆接到了京城 王建华也有点善善的 王广平复职 王建华又成了干部子弟 从前那些失联的朋友又找上门来 王建华忙着应酬交际 静也没时间去看夏长征和张翠 他自己都不重视 难怪家里面的态度 也有点不对劲了 王建华 王建华